今年第九号台风苏拉 虽然本体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不过外围环流可能对台东 带来强劲的风势和雨势 因此海巡署东部分属第13岸巡队 也就特别配合了县政府发出的水域 以及暗计禁限制公告 前往了各辖区海岸风景区 拉起封锁线 同时也呼吁民众 台风前后避免前往管制区 以免受罚 今年第九号台风苏拉 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 30日下午4点时 中心位置在北纬20.4度 东京120.1度 移在而完比的南南西方 约19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以每小时13转10公里的速度 持续向西北溪前进 虽然苏拉不会直接登陆 但是外围环流 仍是为台东带来强烈的风雨 台东县政府在28日时 就已经公告了相关水域 以及暗计的禁限制公告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一杀岸群队 也配合县政府 前往辖区的各风景海岸线 拉起封锁线 并呼吁民众在台风的期间 切勿进入管制区域 因应中央气象局 针对输到台风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台湖县政府已于今日临时 依据灾害防救法第30条规定 将台东县内各海岸地区 及港口列为管制区 因此本队同步派遣 17车72人前往辖内各随油漆热点 实行劝离勤务 并主动协调辖村里长 运用广播器材 实施广播宣导 对管制区内逗留之民众 经劝导人为离去者 将以违反灾害防救法规定 搜证韩宋台东县政府裁罚 最高核储新台币25万元罚款 本队在此呼吁 为确保您的生命安全 台风期间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而目前在太平洋上 除了舒拉和海魁台风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编号TD13也在昨日生成 未来是否会发散的台风 及会不会为台湾带来影响 仍能有待观察中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